今天來到元朗,為大家介紹一下這間火鍋店 大滾有火鍋,在元朗西鐵站穿過YOHO,沿著天橋,往鳳羊南街方向走就會見到 這裏裝修到好古色古香和麒麗,聽店員說,餐廳最近擴充了,地方大了又坐得舒服點 新裝修好的這一邊以卡位為主,桌面夠大,每張桌子像有一個電子爐,整個感覺是新正又整齊 坐下看一看Menu,他們的Menu就是這樣,一張鮮明、簡單、清晰的店單紙,火鍋店應有的都有齊了 醬料就自己加,一個大大的九宮夾,除了一般蒜蓉、辣椒、蔥花之外 還有餐廳自家製的炸光蔥油,加少許已經香氣十足 火鍋當然最重要的是湯底,今次叫了一個經常被忽略 但是一喝下去就停不到口的,滋潤養神,椰子雞花薯蜆龍湯鍋 聽店員說,這個湯底要不就沒人叫,要不就突然之間很多人會叫 為什麼會這樣呢?一會你就明白了 以質素來說,兩個字,足料 湯底都沒上桌,坐下就已經聞到整間店都充滿椰子的香味 那你就明白,只要一有人叫這個鍋 其他客人都會被他吸引著一起叫這個椰子雞花薯蜆龍湯鍋 湯底有不少的花薯蜆,雞件大件有看頭 吃起來還好嫩滑,打火鍋又點少得漂亮的牛肉 我們叫這盤極品四國牛肉拼盤,包括有日本A5飛驚牛 澳洲M8和牛,本地牛頸隻,和美國頂級雪花肥牛 當中的主角一定是日本A5飛驚牛 看它獨特好像大理石一樣的雙鋼紋爐,就知道是非常柔軟 柔花甘香,加上有濃厚的肉味,和入口即溶的口感 可以說是最高級別的享受 澳洲M8和牛,肉質都嫩滑,但有少少咬口 牛味較溫和,它的脂肪紋理比例平均 入口輕易就感受到牛肉的油花香氣和牛肉質感 肉質豐富,而本地牛頸隻就用上鮮鼓牛 質感是滑身,牛味在這麼多款之中最濃郁 嫩滑得來又不韌 而美國牛肉也是用到Prime Grey的雪花肥牛 整體來說,這盤極品四國牛肉評判吃得非常滿足 牛肉種類多之餘,質素也很高 最適合就是打火鍋喜歡每款牛肉都試試的人 這盤牛肉的樣子是否比較少見呢? 大家猜不猜到它是什麼部位? 其實它是潮散瓷皮,手切牛肉 這個部位位於牛頸隻下面,非常接近臘骨 肉中間會有少少細筋 如果吃開日式燒肉的話,這個部位就是上級肩肉 脂肪含量,較牛頸隻高 非常軟和鮮嫩 建議錄它30秒左右,令牛肉散發香氣 另外還叫了一個海鮮拼盤 每天都會有時令海鮮白款 還有我自己最喜歡的其他貝類 大大隻的扇貝和聖子和 蜆都有兩款,一款是刀貝蜆 另一款是番薯蜆 大大隻的南非包,近看還會動,非常新鮮 每款海鮮都鮮甜,肉質肥美 用椰子雞湯來綠海鮮,絕對是再加了分 帶出椰子清香的味道之餘 再加上海鮮鮮甜,越飲越濃 我們還叫了少少其他火鍋配料 這款是手打蜜汁鵝肝丸 將鵝肝切粒,然後釀入手打蜜魚膠和蜜魚汁 口感爽淡,蜜魚鮮味夠突出 同時吃下也帶有少少鵝肝的油香 這款這麼精緻的,是餐廳每日新鮮包製的鳳尾鮮蝦雲吞 每款雲吞內都有原隻新鮮海蝦 這些手工東西,要做到每隻都皮薄餡靚 都好考功夫 這個雲吞可以說是必點之選 還有這款是櫻花蝦豬肉丸 混入櫻花蝦後帶出微微的咸香氣味 質感柔軟易咬,味道層次豐富 來個總結 餐廳擴充後坐得舒服,而且感覺很乾淨 牛肉種類豐富 想不到的話也可以叫牛肉拼盤 最猜不到的是湯底水準之高 是可以香到一拿出來就整間店舖都聞得到 食物足料水準高 如果想看更多餐廳介紹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follow my 韻石家 IG 和 Facebook 下條片見